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来学习网络基础 这个东西同样是基础 但是它的重要程度可能要远大于之前的那种 还是最开始的概述 像这样的东西其实都是了解那种 但是重点的东西可能在这里 好吧 那我们来先看一下第一章 互联网概述 这个就没什么太多说了 我们看一点 首先我们说互联网是什么东西 其实我说 这种幻灾文权当时在制作的时候 像这样的东西都是大概是在2003年 2004年 2005年的时候 为什么 那个时候我们的互联网 其实还总是非常普及 你们绝大多数的家庭里面 还是没有网络的 OK 所以当时我们就说 这种课程还是有必要的 需要告诉你一下 网络是干嘛的 它有什么作用 OK 我们说互联网那边 会改变你的生活 就像我们现在讲的预算 先让人家解释 改变你什么的生活 你在哪个地方 你这个互联网 现在都不用老 对吧 这东西是不是你们应该早就有 这个生气的机会了 OK 所以我们大概一看 但是这里需要注意一下 最早的时候 忽然老 其实在最早出现的时候 它是叫做 Apanet的网络 这是一个美国的军方网络 OK 最早的时候 它是用来 用作军事运动 那可能 当时人家知道 我们的这个军事的技术 要远比我们的民用技术 要以千 OK 其实我们说 就像网络这样的东西 在1960年 就已经在军方 美国军方使用了 我们直到99年 我们是在94年 应该是咱们国家 那才真正接入了互联网 接入了国际互联网 OK 当时是清华大学网中心 通过国际卫星 发送了第一封键部件 然后标志着我们进入了互联网试园 所以说还是差跌很巨大 各位 虽然我们说到今天为止 我们觉得 我们的互联网技术 或者说计算机相关技术 已经非常发达 但是我进行这个 我们离 真正的世界顶尖的这种技术 相对额战的地方 我们最少还有20年的差距 最少还有20年的差距 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东西很干大 别人在制定标准 别人在开发操作系统 在开发行业里面 比如说开发批准 我们在干嘛 我们在用 我们在用 然后使用它给我们给的这个接口和程序 来做再次开发 或者说我们在它们标准之下 是不是来振扎求生或者出去看别的 这个东西是有一个本质区别的 OK 所以我们能说 这个东西也是现实情况 也没有什么可以回避 我们现在手就是这样 但是各位 我们因为计算机的普及教育 我们现在也使得我们最起码 这个专界计算机能源 从人家提供 咱们来说实话 绝大多数人 还只是什么 这种应用性的 或者底层性的 就是说人家写好 我们照着用 对吧 但是还是说跟我们之前 还是有本质区的 那虽然说是绝大多数是应用性的 但是只要把普及教育做好 那么像这种底层流产 逐渐就会出现 对吧 我希望你们当中也有 好了 那 二开发扬出现之后呢 其实出现了GCP寸 它开发了GCP IP行李 各位 这个东西我清楚 我知道你们应该都已经非常了解 OK 那这个名字是多清楚 但是我想说 你们可能不知道它代表什么 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重点内容 OK 那直到今天为止 我们还在使用的是 就是这个行李 使用的还是这个行李 GCP IP行李 OK 那也是我们重点需要学习的内容 好吧 好吧 然后呢 这里边啊 从GCP模型之后 又出现了一些NRS-FIT和NRS-NET 这样的这种应用性转变 最终这些所有的技术 会继续成了一个内容 OK 那这个只是一个简单的发展室 这个具体的年线啊什么的 我们都不需要你们知道 大家知道有些东西就得了 好吧 好 就是我们是从阿帕奈特来转定过来的 可以吧 好 好了 好 是 互联网做一碗 没啥事 现在没有网 女生就跟没有电差不多 没有网就活下去了 其实活下去应该没啥问题 包括没有电什么也能活下去 只是生活质量是会大大大折头 OK 在两三年前 我的父母我爸妈 他们如果不用互联网 他们觉得自己活得挺滋润的 没啥问题 然后呢 当他到这两三年的时候 他也发现 如果没有互联网 他什么都干嘛 他很别扭 所以 他常年是跟我住在北京 住在我北京这儿 他们都在这儿 那北京这边是不是肯定有网 然后呢 就导致我们兰州的这个家人 我们家是兰州的 他们因为很少回去 就把兰州的网给断了 那么断了之后呢 导致他们逢天过节 有时候想回去转转是网 然后发现没有互联网 然后呢 他们都已经很难受很难受很难受 怎么办 找隔壁邻居们 你们家的WiFi立马是啥 然后跟人家凑 因为就待几天 再开个网就不划算 开音乐都用不了 是吧 然后就跟你凑 所以我们就说 现在这个孙林 真本就是已经深入到我们的生存当中 不要说年轻人 就算是老一代一代 他们现在里面是什么 就说他们也已经能体会到 互联网带来的这种便利 交流 各方面的好处 对吧 好了 对吧 所以啊 这个东西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那种 对吧 之前我们还要讲 之前几年前上课都还要讲这个东西干嘛 现在完全没有 这些是不是都不用是吧 没错吧 这就远不止这些这个方向吧 你们现在找WiFi 能干的事情 基本上是 嗯 我想想啊 除了什么东西 你不能在会员晚上完成 必须要线下 吃饭 吃饭也行啊 麦当我认餐 对吧 什么 可能就是一切上 比如说肯定 虽然想到线上是有指段 各种东西都有 但是那个东西可能 可靠性比较差 可能还不能出来 OK 但是可以往上去约了 约好 对吧 基本上你再想想 没这个东西 没这个东西 我想想 反正我是想不到 睡觉 睡觉 你睡觉是啥也不去啊 店也不去啊 这个不算 那基本上这个东西是不是说 没有东西可以 离开这个方向 各位 咱几年前 十年前 这个东西我给我们学人去讲 他们都感觉是天方在来 他们都觉得这是科幻片 就跟我现在跟你们去讲的预算 我说在以后 我们会发生什么情况 一样 但是等你们过了十年 回不回头再看 你就会发现 习近平常 就应该是这样 对吧 其实还是什么 技术发展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是吧 好了 那各位 我再说 尤其在搞了基础的时候 我们会讲大量的这种专用因子 这些东西 从最简单的3W 到很复杂的这些东西 没有概念 没有道理可讲 所有的专业名词都要背下 OK OK 3W是 外部网 握的 外部 外部的简写 各位 这三个东西是我们 互联网诞生之初 就拥有的三大基础服务 也就是 网页 文件传输 电子邮件 OK OK 那 最开始的时候 互联网就只拥有这三个功能 但是 随着我们网速的增加 随着我们计算机资源的这个风险 那 我们现在能在互联网上完成的事情 是已经超过这三个东西 对吧 但是直到今天为止 这三大基础服务 还是我们最重要的相当服务 OK 你们现在用的比较少的可能就是它 FGP可能现在用的比较少 但是我说 你们在企业当中 这个东西的用途应该比较多 为什么说 为什么你们觉得 你们从来没有用FGP 你们有人用FGP吗 极少数的一些用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不是说它用得少了 而是 这东西是需要有账号和密码 比如说 它一般不会给你免费提供 一般都是公司和企业自己的资源 能听到我们说什么 那 你们之前从来没有进入过互联网行业 当然是不是不可能 拥有这样的资源 明白 那种公共免费资源 是不是能用的可能性很低 用了一下就不让你用 很有可能 听懂了 明白 但是当你们进入了真正互联网公司之后 你们也会发现FGP是一个常规徒 OK 听懂了 那战子邮件也不用说了 现在 这东西是不是很方便 我这两天 从国外老战上买了一个东西 然后呢 到现在还没有收到 然后我是不是要发个邮件 我是不是要跟他沟通 我要跟他问问 这东西咋回事 对吧 那这时候我就心里打鼓 他就算有电话 提供了电话 我打过电话过去 人说英语 我是不是也听不懂 那怎么办 写战子邮件是不是要可靠得多 为啥 翻软件吧 我就找了个百度翻译 把中文版杆打了 人就出来了 我看了一眼 大概还可以 那时候我就复制过去 人就看不过 然后给我回话 然后是不是再翻译一下 大概知道是还可以死了 那这个东西是不是要 它的便利性是不是要 远大于其他的工程手段 而且便宜 不要便宜 电话 国际创工手段还是很难贵 没错吧 我没问题 各位 三大基础服务 我再说 简写 这些简写 我不知道你们开始认识 还是不认识 这些东西 这两些我们是也在做大量的 运动单词的运动 平行 你记得 这都是有必要的 OK OK 好了 3W 这就是我们的三代的网络 在这里的时候 我先多说一句 我们的这个 之前讲的这几个东西 都是一个CS结构 老老记下来 基本概念 CS C是clint S是sort 客户端 服务器端结构 什么意思 3W的服务 是不是需要有一个网站 写好网站 然后把它发布在服务器端上 然后我的普通用户 是不是要用浏览器去访问它 那我的普通用户 是不是就是clint 客户端 而这个是不是就是服务器端 能听懂我们说什么 我们绝大多数网络服务 程序都是CS结构 什么意思 比如说 我要打游戏 我要玩魔术世界 那我现在问 我最起码要干嘛 我是要下载客户安 然后证券庄 没错吧 各位 在之前没有那种安装器的时候 暴雪还没有发布安装器的时候 安装魔术世界 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东西 为什么 它需要很多底层软件的支持 比如说 DIRECT的10 微软的多元底层台 DIRECT的10加0C 对吧 然后 DIRECT的FMW OK VC++205 VC++2010 这样的几层软件 明白 有了它 我们的高端的这些游戏 是不是才可以正常使用 好 那很多普通用户 绝大多数 各位 你们都算是高型 就受过高端教育 高等教育的材 你们最起码 在这个 怎么说呢 应该说是一个正规的 从小到大的 这样的教育 没错吧 虽然我们有高端学历 但是我们说实话 它跟我们 就是 到了外人之后 那个市面上的社会人员的这个层次差距还是很大很大 有呢 有呢 那些人员 让他们来安装这个东西 其实是一个很困难的东西 有呢 我们说什么 所以 CS结构 好处是什么 你觉得它有好处吗 是吗 各位 我再说 碰到典型程序 典型架构的时候 你要主动的去分析它 哪怕我们一开始 但是现在专业知识不够 我的分析可能比较实际 不 其实包括我现在都有这可能 但是 你要养成这种习惯 你就跟我一样 我经常碰到一个新概念 我就问你了 有好处吗 有坏处吗 我们在干嘛 我是不是都在教给你这种思维方式 能听到我说什么 那CS加工的好处是什么 对 省服务器资源 什么意思 它的整体程序都下载到哪 我就说游戏 魔兽 你在你的客户机上 是不是装了二十多个记录 一样一个数据 地图 建模 人物模型 所有的这些东西 都已经下载到你本地了 那么你只需要给服务器上上传的是什么 极少的数据是不是就可以了 比如说 我获得到多少基业 我或受到了什么伤害 然后它是否判断你的选量 你是不是死了 我达到了什么装备 可能就能 那这种东西 这远要去比上传什么人物模型也有限 是不是要简单得多得多 能听到 那这是好处 坏处是什么 是不是就刚刚我说了 它对客户的使用是需要有一定的要求 你是不是在有一定的计算机能力上才可以 那我们说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方向 一定是对普通客户越来越简单 对专业人员越来越复杂 能跟这些人说什么 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推荐从CS结构 转变成为BS 并是不知道 领软器服务器结构 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有业流吗 有吗 有 有 比如说 其实我还很少人业流 比如说 比如说啥 真不知道 三国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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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杀不算 手机上三国杀是还是要下客户越来的 但是电脑上面是不用的 对 腾讯的那些游戏 科科游戏 明白 然后那个 只要是在网线上运行的游戏 我们都通过它称作BS 它跟CS游戏比 最大的区别是 你不再需要科目端上下载 这种程序 打开软器 这些是不是就可以完成了 那么 但是 BS结构会更晚 你的所有的素材 数据 是不是都要经过这个服务器来领算 能听懂 所以 服务器端的压力 远要大于CS结构的服务器 各位 我们当年 我们当年做的游戏 都是CS结构 我说过游戏了吧 我们当时是 最少的是希望 对吧 后来是问道 那么 当时的时候 我们在运行希望的时候 我们买了最普通的EU服务器 那一台服务器 可以支撑一万人左右在线 正常的游戏不卡 同时在线 但是呢 它能够 能够支撑上也万多在线 只是变得比较卡 但是可以游戏 能听懂我说什么 一台服务器 当然 我们大多数的服务器群 我们一只服务器 应该是十二台服务器完成的 OK 坏性下来 一台服务器支撑一万 八千到一万是最好的 然后超过去 有可能会渴 听懂吧 但是 我们兄弟来新来的这个老师 现在在做事物的老师 他们的时候就开始做业佣了 那么他们的这种业佣服务器 要是说他的性能 远较远大于我们当年的服务器 因为时间更强 对吧 但是 在他的服务器上 只能支持一千人的正常动力 达到两千就异常抗决 就需要做介入做处理 差点是不是很大 原因是 一个是CYS结构 另外一个是BS结构 能听懂我的说什么 那 道理我说 目前它各有有权利 因为 BS结构对服务器压力较大 对带宽脚手脚高 所以他做的游戏是什么 现在看起来还是比较 就是说 比较简单的 不需要太多运算的 是不是才是正常动力 能不能 但是CYS结构的东西 现在就是做的能够非常 还是异常复杂 你知道 像《魔人世界》有这样的东西 《魔人世界》 不知道你们玩过吗 可能啊 没玩过 很多人没玩过 我说 没玩过 《魔人世界》我为什么比较推荐 各位 这真是设计比较好 设计比较好 设计比较好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从05年开始 它内测的时候一直玩 玩到大概80些 后来不玩 那为什么说好 它是我们全球文艺一款 没有外挂的游戏 人因为它太复杂了 靠电脑来判断 它无法判断 就根本无法完成游戏 它必须要通过人来什么外挂 那这对任何一个游戏来讲 都不可能 现在我们游戏 所有的游戏都可以通过外挂来的 对吧 文艺的就是谁 这个外挂就说 它真的是涉及思想 涉及思想的东西 OK 《魔人世界》出现的 文艺的外挂就是什么 变速曲名 就能加速 那个就是 不是跟游戏本是没关系 它只是什么 缩短的时间中 那个是谁也没办法 对吧 但是它是没有外挂 因为它能做好一场思杂 但是 变一次结果 我们说实话 就差别很远了 能听懂 就算是现在有一些 角色化演维的游戏 就像《火茶》那些东西 我们没玩过 但是 一看上去就没有兴趣 就比较二这种 但是 不排除 它逐渐发展出来一套 适合它自己的这种游戏模式 比如说 都这种 对吧 《沙瓜沙》 对吧 《如是传说》 那四十年号游戏 能明白的说这个 但是 各位 目前看还是各种优秀点 BH结构是不是还取代不了 CS结构 但是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随着我们服务器端子强大 以后 BH结构一定是我们的发展方法 听懂吗 听懂吗 所以现在 老爷变成是不是才变成一场火爆 拼拼 什么招收量 他的需求量 什么远大 也什么加了才费 因为什么 逐渐是不是都在相机的转 明白 明白 那唯一问题就是什么 不管他们怎么变 最终是不是还是要放在我们的服务器 对吧 所以我们相对来说更能力了 OK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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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